我们热烈的鼓掌 欢迎新当选的县市长一同参与中常会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看起来龙心大悦 15位县市长来了12位 还在开会前一同吃便当谈两岸 一中个表的九二共识基础上 能够我们海峡两岸双方 都能维持和平稳定发展的状况 吴敦毅也向蔡总统喊话 叫他别这么霸气的 叫每个政党都不提九二共识 不过却有其他县市长持相反看法 现在都很少的提一中个表 我们都是谈九二共识而已 可是主席刚刚提一中个表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讲都没有关系嘛 对不对 主要不违背当时的九二共识协调的结论就好 是搞不懂九二共识 还是硬要跟主席唱反调 林明珍意见独特 至于其他与会的明星市长 像是韩国瑜侯友宜都低调不愿受访 是故意跟吴主席切割吗 没有聊我沉默 沉默 都没有讲话 没有我在想 在打麻将最后谁会虎牌啊 毕竟现在2020总统初选 蓝营人才济济 就连初选机制也各持己见 甚至还有人提出了美式民调 建议初选朝非党员一票 党员加权两票的方向规划 有规定就易规定 没规定就易惯例 国民党地方选举大获全胜过后 谁来占中央 成为党内下波角力 黄云新闻 柯黄铭 黄云成 台北报道